1943年,尽管美国才参战两年,但总统罗斯福似乎已经遇见到了法西斯的失败。 他主动召开开罗会议,邀请英苏中领导人商榷关于战后一些地区的管制问题。 在斯大林拒绝参加的情况下,蒋介石携着夫人宋美玲到达开罗,罗斯福很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这让蒋介石感到很惶恐。 蒋介石搞不明白,罗斯福向来在支持国民党的问题上不冷不热,这次为何却如此一反常态? 事出反常必有妖,罗斯福将会如何作妖呢? 几天后,罗斯福邀请蒋介石进行私下交谈,他就讲说,日本当年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琉球群岛,在战后盟国必然欲剥夺,但交由谁来托管是一个问题。 我认为,中国在位置上离琉球很近,且历史上有着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同意,到时就可以将琉球交给贵国管理。 要还是不要,这是一个问题。 就在蒋介石犹豫之间,他又突然想到,罗斯福先是对自己热情被制,如今又主动提到琉球问题,这是想要拉拢中国做美国的亲密盟友嘛。 于是,蒋介石虚语畏意地说, 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由国际委托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 罗斯福听后没有再继续这个问题,两天后,罗斯福再次邀请蒋介石私下交谈,这一次他一有所指的对讲说, 我仔细考虑过了,琉球群岛不能掌握在日本手中。 贵国的台湾距离琉球很近,琉球在台湾东北方向,如果贵国得到琉球,就得到了一个远东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 对于罗斯福的说法,蒋介石内心十分认同,中国如果将琉球群岛纳入版图,整个东海将直接与太平洋接扰,中国的战略防御圈将无限扩大。 可其实深刻地明白这个道理,蒋介石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美国当时是想要占领琉球的,但碍于中国与琉球的关系,故意抛出这个问题,来试探蒋对于琉球的态度。 在蒋介石看来,如果自己同意中国接管琉球,那么美国在最后也不会同意。 与其答应使中美关系出现裂痕,不如直接拒绝。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隐晦地向罗斯福表示,不会与美国争夺琉球。 在琉球问题谈完后,罗斯福紧接着又推出战后越南的管制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早有准备。 实际上罗斯福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与蒋介石谈过越南问题了。 1942年,罗斯福派出私人特使来到中国,向蒋介石表示,美国反对在战后将越南交给法国,主张由两国或三国联合托管。 蒋介石觉得,如果自己接受了对越南的联合托管,那么对于中国的东北、蒙古、西藏等战后归属问题,美国是否也会抛出这样的提议? 虽然这个可能很小,但也不得不防。 所以蒋介石在慎重考虑后,向罗斯福表明对这些争议地区的态度。 不如由中国在战后单独托管越南,帮助越南人民获得独立体位。 当听到蒋介石的回复后,罗斯福是震惊的。 他之所以提出多国联合托管越南,是想要在战后削弱英法在亚洲的实力,趁机与中国结盟,使美国成为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力量。 除此外,罗斯福还想要趁机扶持中国成为亚洲强国,在战后与美国一起主导亚洲。 然而蒋介石不明其意,提出单独托管越南,将美国排斥在外。 对于蒋介石的提议,罗斯福考虑到两边的关系没有直接拒绝,只是称美国在战后会考虑在亚洲的一些地区推行一国托管或多国托管。 罗斯福的态度让蒋介石对于单独管制越南的热情有所冷却。 到了开罗会议前,蒋介石已经无异于接手越南问题。 他让宋子文在出访英国时特意声明中国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 中国对越南的关系就如同联合国内的任何一个国家对越南的关系, 绝不会因为中越曾经的朝共国关系,而在战后对越南进行占领。 蒋介石对越南态度的转变,除了罗斯福的态度外,还因为盟国对于战区的划分。 在美国参战后,盟国对世界整体进行了战区划分,而泰国和越南等地被划分到了中国战区。 根据这一划分,中国派出了远征军进入东南亚对日作战。 起初,蒋介石认为中国就是整个远东太平洋地区弱小民族的旧型。 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声明,愿意援助东南亚各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和进行民族独立。 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不少英国人的警惕,他们担心在日本的威胁去除后, 中国会借支持民族独立为由,占领马来西亚、缅甸、越南等地。 英国的反常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他立刻改口,不再总是以扶持弱小民族的语气说话, 而是表示对于越南等地,中国愿意在战后与西方国家一同合作处理。 所以在罗斯福问他是否有意在战后管制越南时,蒋介石表示, 战后的中国除了收回被侵占的固有领土外,其他一切问题均有英美决定。 于是在开罗会议上,当谈到关于琉球问题时, 蒋介石以我国乌海军保护卫游拒绝了由中国收回的建议。 谈到关于越南问题时,蒋介石表示中国无领土野心, 战后越南应该进行民族独立,结果讲的话刚出,英国就表示了反对。 罗斯福提议,这个问题放在战后再谈。 开罗会议后,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的国际上地位有所提高, 但在蒋介石看来,国际社会仍有英美疏散国决定。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中国能不能够在战后收回丢失领土都是一个未知问题。 于是,为了掌握主动权,蒋介石改变了在开罗会议上对待越南问题的态度, 制定了军事占领越南,引导越南独立的疯狂计划。 在他看来,如果越南的独立已成事实, 现实英美各国在越南问题上就只能同意自己关于越南独立的提议了。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1944年8月,法国被盟军解放,其国际地位开始提升。 而作为法国原有的殖民地越南,也获得了法国的重点关注。 此时中国如果派出军队进入越南,有可能造成与法国关系的僵化。 因此,蒋介石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再次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刚刚复国的法国不愿在越南问题上与中国交捂, 于是两国私下里进行商谈。 法国承诺在法国管制下的越南绝不会侵入中国领土, 并给予中国在越南的特殊经济地位。 但同时中国也要做到以下几点,不得给予越南政党支持。 收服越南时,中国不应阻止法国的行动。 对于法国的几点要求,蒋介石是犹豫的, 但想到英美苏对中国的冷落,蒋介石没有犹豫, 就对法国表示,愿意帮助法国在越南建立殖民政权。 1944年10月,中美英苏同时宣布承认法国临时政府的合法性, 中法关系急剧升温。 然而,随着雅尔塔会议的召开,越南问题再生波折。 雅尔塔会议将中法排出在外,并将越南问题交由美国主导。 见此局面,蒋介石对越南问题的热情再度降低, 但随后不久,日本向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发动了攻击, 罗斯福也突然病逝了。 局势的种种变动让蒋介石意识到这是一个介入越南的好机会, 于是开始在中越边境布置军队, 并暗中对越南本土的民族独立运动进行支持。 但是,接替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对越南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 他承诺最大程度地保证越南的自由和独立, 但又不愿意因此与法国政府交捂。 美国的态度让蒋介石彻底放弃了继续支援越南独立运动的想法。 在接见越南国民党的时候,蒋介石态度冷淡, 他表示战后的越南问题,英美说了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根据安排,由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接受载越日军的投降。 当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后,蒋介石立即对外宣布, 除了接受日本投降外,中国对越南没有任何的领土企图。 他的此次发声表明了中国对战后越南问题的最后态度。 中国军队在受降仪式结束后与法国进行了谈判, 默认了法国继续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最后,在战后越南问题上,法国成了最大的赢家。 法国不仅恢复了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而且还防止了中国的干涉。 德意洋洋的法国人在越南进行了更为残酷的统治, 就连在越华侨也屡遭迫害。 法国肆无忌惮的行为最终导致了 新中国选择支持越南的反法独立战争, 将不可一世的法国人从越南赶走。